我个人觉得陈建仁出来 绝对是诚如刚刚大家所提到的 不管陈建仁 陈时中 或者是已经觉得心灰意冷的罗志正 因为我知道他其实准备得非常的久 然后等了老半天 5月又已经被告知 他要准备上场 就看到好像就永远被当作是个备胎 我想任何人都是不太愿意 那陈时中为什么还迟迟没有办法 因为就目前的很多的民调 其实陈时中在整个防疫的过程当中 你去问台北的市民 他对台北市不会是特别好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他已经失去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先机 他不是特别好 他对台北市真的是特别坏 对 我就措辞要比较温柔一点 对 所以台北市已经完全看出来 然后从民调当中也完全显现出来 他已经完全没有任何的一个光环 所以陈时中为什么一直等不到 立刻来征召他 也是因为民进党他太会选举 他已经透过很多的民调数据来看 我只是比较感慨的就是 这么多的人选排来排去是这几个人 然后呢永远不是少到说 谁最适合占新北 谁最适合占台北 他们是要考虑到2024整个总统的大布局 特别是在后小英时代 最能够巩固小英 他的一个领导的权威 而且还能够持续在总统的提名当中 还能够让小英继续 他已经没有办法在台面 可是他后面的延续性影响度 还是由小英来掌控 所以这就是我说很感慨的地方 那个都不是用人选来看是哪一个 而是这个人选背后所代表的利益 跟这个执政当局他们所要的彼此能够契合 能够延续他们的政权 这才是他们考虑的一个重点 不过无论如何你看出这样的人选 我觉得陈建仁为什么会搬出来 我说实在民进党真的还是要好好来思考 陈建仁如果是如网民所说的 没有一个人会愿意让自己去打这样一个选战 然后这个得票数 完全没有办法跟侯友来做 这不管是对陈建仁未来来说 那都是生涯上面一个 我觉得还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污点 所以我想陈建仁不敢举头答应的缘故 可能还是有这样的考量 最重要就是陈建仁突然之间加入民进党 这很奇怪 如果你都不想选举你干嘛呢 对不对 那就不外说 这个目标当然替总统选举布局了 那过程中到底会怎么样 那这个逆风的乌鸦 他常常写的东西蛮有他的独特的观点 他说陈建仁之所以不想去 因为陈建仁现在中原员担任特聘研究员 一个月薪水四五十万 很高了 而且是没有期限的 可以一直干下去 一直干下去 当时为了李远哲 对如果你当新北市或台北市的市长 只有十九万市长那么低啊 对 钱很少 不只是这样 还从十七万涨价了 好龙斌的时候是十七万 后来才涨了两万 特质费 特质费现在完全不算 现在很严了 特质费现在非常严 我觉得第一很难得 看到民进党在他的提名的过程里面 会出现这么大的一个延宕 我今天最大的问题点 其实回到什么疫情 我们在讲说 今年选举最大的变数是疫情 所以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我看从陈时中最近的一些动作 你可以很明确地看到 其实陈时中肯从去年 他就决定他要参选 所以民进党在管理面上 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偏差 就是蔡英文至始至终 整个民进党就设定陈时中一定要去选台北 可是这里面出现了唯一一个变数 这变数是什么 就是疫情 整个民进党从来没有料到 就是说台北市 跟双北跟中华民国 居然会在大概三四月的时候 整个疫情大爆发 所以现在我在看 民进党在从民调上看起来 他应该也觉得说这个陈时中在参选台北市的 这样的一个几率 参选机率自己是高的 但是赢的几率不一定很高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 你可以看到同一天出现三个很特别的新闻 第一个新闻 罗志正自己出来讲 就是说我不愿意再参选了 我个人认为有一点点以退为进的味道 然后呢民进党里面内部也传出来 就是说再拖下去陈时中也不想选了 然后呢这里面还有一个 我个人认为最特别的新闻 最特别的一个新闻是 赖清德身边的幕僚放话 说AIT去找赖清德 说2024年之后的这个总统 有可能是战争总统 那因为赖清德过去台独的色彩非常重 所以呢AIT这边的人跟美方 非常认真的要研究所谓的这个赖清德 他未来的这些动向 跟他对两岸之间的看法 我就把这三个东西看 放在一起看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赖清德 可能在这个时间点里面 他并没有办法来解决所谓国际上 对他的这个质疑的时候 陈建仁可能就会变成什么 除了2022的救火队以外 他可能也是要变成2024的救火队 那陈时中在台北市的 这样子的一个挣扎 到最后他到底会不会参选 我觉得民进党还是打一个问号 因为这最大的问题在于 一开始的疫情爆发 不在他的算计之内 但是从现在你可以看到 整体所有的医疗数据 跟国际上的数据 BA4跟BA5非常有可能 在十月的时候再次席卷 整个全台湾 如果再席卷的时候 陈时中那个时候 在选举状态里面 他绝对是一个首当其中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整个的布局 民进党这次的布局 为什么会这么缓乱 其实最大的原因就是什么 因为他完全对疫情没有估算好 请支持专门报导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 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